大家好 这节课有一个很棒的经验要分享给大家 是关于谷歌字体的 但是不是镜像库 而是直接把主题前台的谷歌字体摘除掉 这种解决方案只适合中文站 不适合外贸网站 如果你做的是英文站面向老外的话 还是要保留谷歌字体的 另外呢更不要用什么镜像库 一般镜像库都是指的是中文的镜像库 我们做中文站 网站字体一般都给它改成微软雅黑 这个和谷歌字体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呢这种国外的主题 它会把谷歌字体作为一个标配 或者是内核的一个东西嵌入进来 不管你用不用它都会加载这个东西 比如我那个个人网站 我没有用到任何谷歌字体 但是它还有一个链接 是需要读取谷歌字体的系统字体 虽然我用插件替换成中国的镜像库 就是极客足的 但是我的网站在打开的时候 还要加载极客足 这样呢会多加载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像极客足这种公共的镜像库 它的速度并不是很稳定的 另外它跟不同的网络的兼容性也不一样 比如我们在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特别快 有的时候感觉特别慢 仔细检查 有可能这个镜像库字体的延迟很严重 网站的图片 CSS什么的都加载下来了 还在等这个极客足 所以我的优化思路就是 把主题中关于谷歌字体的这个链接 给它拿掉 每个主题的谷歌链接 所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笨方法 就是选中这个主题的文件夹 然后把对应的谷歌关键字放进来 这个谷歌关键字从这找 我们打开前台 看看这个谷歌字体 它是怎么描述的 找到一些字体文件 作为关键字 然后搜索整个主题 看看哪个文件里面包含了这段代码 像我这个主题 它只有一个文件包含了谷歌字体 但是这一个谷歌字体的链接 它会引发更多的谷歌字体加载 所以只要把它摘掉 那么其他的谷歌字体都不会被加载 像这种第三方的插件 如果能不用最好不用 比如说分享工具 百度地图 联盟广告 统计分析 商桥客服等等 这些都是第三方的服务 速度不一定稳定 顺便再说一个 谷歌字体替换插件 还是有必要保留的 因为后台的有一些编辑器 它还在使用谷歌字体 所以说这个插件要开启 如果不开启的话 你的后台编辑器有可能会加在很慢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 以后我要有更新的加速方法 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